哈囉,大家好,我是果子 我是2018年到19年的全球探索計畫特派員 全球這麼多地方都有溫泉 但為什麼唯獨只有日本溫泉 能在世界當中讓人耳熟能響呢? 首先,日本將溫泉區分成無數種類 最簡單的,依照入獄客群可以分為四種 俗稱觀光澡堂 便宜實惠的潛湯或是風呂屋 專門設計給家人或是希望有個人空間情侶的待竊風呂 能享受自然景觀又沒有室內貪污悶熱的露天風呂 以及設計給現在越來越忙碌大眾的日規溫泉 如此一來,不僅可以滿足不同需求的客人 更可以吸引不同的消費族群 接著依照水流跟成分 可以區分成循環式風呂跟非循環式風呂 非循環式風呂的溫泉水直接從源頭來 不會經過任何處理 水溫較燙收費也會比較高 通常只有地勢較高的溫泉旅館或是露天風呂才會有 循環風呂則是重複使用經殺菌後的溫泉水 收費便宜也比較環保,是一般潛湯的選擇 而酸鹼度跟化學元素組成則另外又區分成11種溫泉 至於要如何判斷入獄的是哪一種溫泉呢? 通常在入獄處都會有日本溫泉協會所認定的天然溫泉表示看板 同時也有嚴格的日本法規定 因為這些種種的規範能讓預客對日本溫泉有高度的信任感 知道溫泉的分類還不夠 入獄的規定及順序也還不少呢 像是必須全裸進入澡湯 入獄前需洗淨身體 不可飲食也不可讓毛巾碰到溫泉水 而泡不只一種溫泉石也需要先沖澡等等 還有因為古代有刺青的人多是江湖中人 小小的風呂屋怕招待不周因此普遍都拒絕接待 這樣的規定沿用至今因此有刺青是不可以泡湯的喔 入獄日本溫泉並沒有想像中容易 但也因此維持了溫泉本身還有場域的最高品質 另外聽聽果子訪談的日本人怎麼講 其實就可以發現日本溫泉還有許多體驗驚喜 還有附加價值呢 我去日本的時候 我經常買了貨物 所以我也是在大阪出身 所以附近與溫泉出身 我父親早上有生病 pour出售 所以當然很多次都去年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溫泉在日本人或是外國人眼中 價值就更大大的提升了一步呢 最後有著千年文化的日本溫泉 勇於改變 以符合現代人的生活 從過去為了因應 並非家戶都有遇事而誕生的潛湯 到如今因應現代人的娛樂需求 而出現的各種設施 也變成了超級潛湯 因為如今上班繁忙 而沒有辦法到溫泉旅館享受 到近代衍生出經典般享受的日規溫泉 雖然隨著時代的改變 而最古老的溫泉不會翻新 而是保持著最原始的樣貌 而若是最新穎的風呂屋 則會將上超級豐富的周邊服務 同樣的溫泉到現在百家爭鳴 發展出各自不同的特色 好啦說了這麼多 如果有機會來到日本 特別是東北這個地區的話 除了樹冰和滑雪之外 也別忘了體驗一下 這享譽全球的日本溫泉喔